好多学生学音乐是为了红成名成腕说的是你吗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幻想站在音乐厅中享受观众雷鸣班的掌声了 高老师来帮你拉回现实啊 其实想通过音乐成为网红成为明星这种几率还是很小的 总结起来学音乐就两条路 音乐表演类和非音乐表演类 音乐表演类指的就是演奏或者演唱 那你看啊想成为明星或者专业的演奏者非常难啊 所以高老师推荐绝大多数音乐学生啊走非表演类 分为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音乐教育 未来你可以当音乐老师工资式英语老师的三倍 第二呢你可以学习艺术管理专业 它是音乐和商科的一个交叉学科 比如说纽约大学的艺术管理专业 它就是全球最知名的 最后一个呢你可以学音乐制作专业 未来呢你可以成为很多影视音乐的幕后英雄 或者可以成为中国电影或者是好莱坞电影的幕后制作人 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啊学音乐专业慎重选择 想成明星还是想有一个安身逼命的一技之长 你怎么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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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